你看 我在網路上還有另外一個服務 我們家 Google地圖 Google地圖 你如果有登入你的帳號 這裡有一張我的地點 好 我的地點裡面呢 這裡有一個我的地圖 你把這個地圖 它現在有點改版 有點改版 它的名稱有點變 以前叫我的地圖 你看一下地圖 你看一下 老師可以用在它你知道嗎 有時候如果學校出去旅遊 還說你規劃 規劃就行了 我在這邊做好了 我可以拿到Google地圖來用 我現在在Google地圖 網路上對不對 我們可以拿到Google地圖來用 你看 可以了一個這是 我的延期地圖 因為我也想要看一下我的天氣 等一下我們在那個點對的檔案裡面呢 你看到我把它點進去 好 你就知道我去哪裡玩了嘛 對不對 我的足跡下面全部在這邊 好 所以像花蓮才公 還被騎腿還沒講 那我就會把 比如說我剛才你聯繫的 我就把它記錄下來 把它記錄下來之後 這樣 往這裡可以像這樣 比如說我們課本裡面有一些 相關系列的地點 好了 我可以把它記錄好 記錄好之後你變成一個自己的地圖 那你可以從這邊你看 可能老師都從來沒有 這樣用過是不是 你看 這裡 有沒有一個叫KML 我再放大一點 有看到嗎 KML對不對 這個就像芒芒芒用的 中國地球用的 我們剛剛是也在中國地球 你可以去找一找 可是你說每個地點都要找 可是這邊建一次那個也要建一次嗎 所以他有那種交換的 那這個東西就會應用到 某些地方 什麼地方 比如說早日我在做研究 還是說你在做 教學的時候 比如說我們基礎課程 我上學期或是要讓哪些地點 我都繩你起來 那我都可以跟大家一起真相 你也不用每個都做 而且你可以針對 某個 每個地點去做什麼 該住一層 裡面有什麼地點 我們要放什麼內檔 就把它放裡面 你可以在裡面插入圖片 也可以插入影片 也可以插入畫面前 好那現在就會非常方便 比如說你看我把它弄進來 那現在呢 我來戶國地球這邊 我給各位老師打在裡面也有 你看 您在我們 給各位的方便片裡面 有沒有一個叫做 相關戶國地球貼面有打 有找到嗎 這個 如果 你直接點了一下 他就加入到戶國地球 就加入到戶國地球 你看我把它打開 你可以看一下 裡面我有放我的 這裡面我放了幾個 發光的就是 像 我的 然後還有台灣的活動戰神 有沒有最近 最近不是在屏東嗎 最近 有放出那個 有很多的地震 我忘記了 那 那之前呢 還有一個 墨西哥灣不是有漏油嗎 他那個傳漏油 還有 有人在歷史上 是東多的 所以我們來去看看 我先 如果 我這邊因為有關聯的 所以我會直接點要講 如果要是沒有關聯 也沒有關係 您直接用開啟救檔的方法 你看檔案 有沒有一個叫做開啟 本來你 Google地球 你應該沒有想到說 我要開啟什麼 因為你的地球就在裡面 不用開 但是開啟就叫開啟 那種 交換檔 交換檔 所以我來這邊拿 開啟 好如果你沒有做關聯的 你就用這種方式 好 我到這邊來 好了進來了 我把這個上面關掉 有沒有發現我這邊多了一個 左左邊 我把下面這個收起來一點 有沒有發現我這個網路上的全部都進來了 那麼這樣進來我們就直接點兩下試看看 你看喔 走 走走 有沒有看到我們去 我去的那個分佈鏡也都直接 會到我們Google地球裡面來 所以不管你在Google地球裡面做 還是在GoogleMate 就是Google地球裡面做 兩個資料都可以交換的 那你交換之後 你就可以 老實只要維持一份就好了 對不對 遠進證之後 我們再把他們的資料分析就好 好 所以你用這種方式的話呢 我先把其他的那些地標 那我先把他關掉 這樣你就會看得比較清楚 這樣老師你們了解意思嗎 所以我們可以用這個方法 就是說我們在 討論一些比如說社會事件 你好 新聞事件 或者例子事件的時候我們可以用這種方式 去跟同學聊天 這是在你孩子的地點 比如說如果你要看到比較敏感的228 讓他翻入你的 有些地點的問題 你就可以用這樣 他學生就比較容易了解那個相對問題 這是一個 那麼你其他的也是相同的方法 比如說你看這個墨西灣漏油的 點進來 好 他就轉到墨西灣去 墨西灣去了 那你就可以去這邊再去看他相對應的東西 好 類似像這樣 那麼 蘇東坡那個也蠻好玩的 蘇東坡那個是可以看歷史的 他告訴你說 蘇東坡 好你看喔 他這件 蘇東坡第一個 他哪一年 出這一 什麼梅州梅丹 你就可以選下去 梅州梅丹在哪裡 對不對也可以用它去指導 好也可以用它去指導 所以這算 比較特朽一點的應用 那麼 大家看了這麼多 你可能就發現 哦原來Google地球還可以做得非常蠻多的 好對不對 但是你之前在找 好像 大部分現在大家看 蘇果地球 就算 Google地球就好像打 幫做Google地球一樣 只是找地點 做導航 就關卡一下 對那個路線 是他可以做蠻多的 所以你透過這個方式應該會比較好玩 那我想 直接讓 後面的 我這裡已經有稍微先提到什麼 會進來 已經會進來 好那 這裡呢 我再整理一下 就是 有一些 這個Google地球的 應用的實力 你可以參考看看 你像在這邊 有沒有地球層次發光旅遊記 那我能用這個新資訊 你可以發現我旁邊不知道這是超連結嗎 對不對 你可以看 那麼 如果你看到旁邊這個的話這是註解 像老師剛提 就早上提到的時候我們撿到這個 那個備忘嗎 我也可以把它寫在裡面 這是 這些 辦理網址 欸我可能真的在這邊 類似像這樣子的 那你就會看得比較清楚 事實上這裡有一個 那個 有一個 我看一下 最后一個是對岸的 他把這個 有一個網站叫上帝 翻的也蠻好的 就是 就是有專門在 跟Google地球相關的支援 你可以在上面去找到 在上面找到 那 有一個 有一個是 有一個網站 好像是這個 台灣的有一個網站是專門在討論有關於Google地球的一些應用 那老師可以看一下 這個網站 他是專門 Google地球 Google地球的應用 其實你也可以應用在哪裡 有些陽氣單車 出去旅遊 那現在有些相機 有沒有 那個GPS 或者用手機啊 手機拍的照片 你可以把那個GPS存進去 那這樣的話就可以變成像旅遊路線 回來的時候就可以直接做分享 也蠻不錯的 所以 老師可以到這個網站來看看 他上面有非常多 關於就是Google地球的一些 或者Google 地球的一些應用 所以說可以做參考 好 好 那